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较大的情况下 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开局良好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.5% 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1.6个百分点 市场信心明显提振 消费投资回升加快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这充分说明 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反映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盎然春意和勃勃生机 中国经济整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 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今年一季度 中国对东盟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进出口 同比分别增长16.1% 和11.7%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进出口 同比分别增长16.8% 7.3% 全面恢复线下举办的第133届广交会 吸引了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和参展商 展览面积 参展企业数量 军创历史新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中国经济 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三分之一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长久不变 永远不会自己关上开放的大门 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 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 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未来中国将继续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同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是现代化发展成果 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注入新动力